大家好,我是小狗兽 不是游戏中的那个小狗兽 而是正在玩游戏的小狗兽的小狗兽 呃... 就玩小狗兽吧 今天我要随机视频 论如何快速提升你的状元等级 制造新式装备 干掉大致长 走向人生遍风 让你有一个比例完美的三维身高 众所周知 明明之后以前是一款排队游戏 现在更新了 我们进入游戏后会觉得是一款单机游戏 但玩着玩着你会发现 这是一款做任务游戏 很多人为了升级状元 拼命升三维 可怎么快速升三维呢 战斗熟练度 你可以找营地里打气球的小姐姐 和她交流后你会发现 打气球原来这么厉害 每天能在这里提升3000点战斗熟练度 第一次打气球我都打出感情了 连去打了好几把 后来看说明书才知道 每天最多提升3000点 打气球的时候需要自备武器 并且不会掉赖酒和弹药 所以不要有任何顾虑 进行释放吧 第二个可以去快0101接双队任务 这个还行吧 多少试点肉 最后重头戏来了 在秋日森林房屋旁边的告示牌里的任务 一次全部接下来 无非都是一些拍拍照啊 玩玩游戏啊 玩玩框啊 跑跑路之类的人物 但这个任务奖略实在对不起这个任务单独啊 太他们要分身了 四个任务完成后三维增加2万 快的话20分钟就可以全部完成 并且沙士堡也能接任务 另外如果你在地图上看到你附近有小蓝点就是NPC 甭管别的直接上去对话 随机任务也会每天刷新 另外注意多备点骨头 基本上这就是一天内快速升三维的方法了 如果您真的该 那么去秋日森林重度感染区 找个石头卡位置 背个弹药箱 一枪一枪升手链兔 希望大家早日升到3G庄园 升到3G庄园后 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游戏 并且不花钱自己制造UZ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先留了 明天大家想看人渣 还是明日之后故事期间 请留个言 拜拜